後面我先做練習好了 也許也是跟前面一樣 如果你不熟的函數像REPT而言 你先做練習看看 第一個的話我們用Find 不過Find的話我是建議 你游標先放在第三列 放在第三 因為第二裡面沒有 前面資料沒有刮弧 那會產生錯誤 我們先找有一個刮弧的好了 OK第三 然後插到函數的話 先找到文字類裡面的Find函數 那特別是Find 當然你也不要急著馬上按確定 你可以稍微看一下底下 它一定會告訴你說 它會跟你要三個參數 第一個是FindTest 第二個的話V11 FindTest的意思是說 你要找什麼字串 有沒有 找錢瓜糊嗎 V11指的是在哪一個文字裡面 所以就是前面的儲存格 StarNumber指的是從哪一個字開始找 OK 這上面都有 它這邊有一些訊息 然後特別注意 這邊的話你可以發現Find函數 它是尋找 可是你會發現呢 在底下還有一個函數 它也是尋找 叫什麼呢 叫Search 有沒有 Search 而且你會發現 Search跟Find的訊息幾乎一模一樣 只有一個地方不一樣 什麼地方 上面有寫嗎 大小寫 所以如果你要找的資料 區分大小寫的話 區分大小寫的話 區分大小寫應該要哪一個 區分喔 區分喔 Find 有沒有大小寫 視為相同 是Search Find的話是區分喔 所以喔 不過這一題都是中文 所以你用Search跟用Find 結果是一樣的 OK 所以特別注意喔 當然裡面喔 每一個每一個函數 那我為什麼知道啦 其實我會跟各位講過啦 沒事就晃一下嘛 晃一下 看一下裡面有什麼 因為如果你知道有這些功能 以後你才會知道怎麼使用 如果你都沒有看過 沒有瞄過的話 我看你有沒有概念 你也不知道 原來有這些東西在喔 本來就有 對不對 所以有的時候啦 如果你要成為一個 Excel裡面的函數 不要說達人啦 至少喔 該知道要知道的話 沒事就晃一下 看一下下面的訊息 即便你目前沒有用到 但是未來哪一天用到 你至少知道說 有這個東西 接下來就是 你要知道使用規則 它的規則 基本上就是按確定 反正喔 你會發現一定會有三個問題嘛 那我講過啦 其實你們最大問題是 看不懂前面在問什麼 其實你前面看一下 有的時候慢慢你會抓到 它有個固定的邏輯在 比如說 Fintex 我跟各位講過 其實就找錢瓜糊 所以我要找錢瓜糊 那我就給它一個錢瓜糊 但是這裡你可能要注意一下 我不知道 這一題我不知道它是全形還是半形 我印象中好像是 先打一個 打一個那個半形好了 OK 全形的話 你可能要用中文模式 輸入 好 那先打一個半形的 在哪裡呢 在前面這個儲存格 你會發現呢 如果說它會找得到的話 有沒有 這邊有3 表示說 它在1 2 3 第三個字有找到的話 那表示說 這個瓜糊 它是半形 因為我輸入的是半形 如果輸入一個全形 假設輸入一個半形找不到 那表示應該是全形 OK 全形跟半形應該知道差別吧 如果你用中文模式輸入的話 那就會是全形的 那個瓜糊 這裡的話是半形的 按確定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 它會知道 第三個字是瓜糊 那如果你往上填滿的話 你會發現 前瓜糊這邊 因為這邊裡面沒有前瓜糊 所以它會返還一個什麼 仅value value意思是說 你給我的值是錯誤的 意思是說 我要fine 可是你根本沒有瓜糊 你幹嘛叫我去fine ok 所以它會有一個仅value的錯誤 那如果你往下填滿的話 如果裡面有瓜糊 它一定會幫你顯示前瓜糊 所以你會發現 這邊有三個仅value的錯誤 表示有三個是找不到瓜糊的 那後瓜糊的話 基本上邏輯是一樣的 所以你可以把公式複製一下 移到這邊來 把它貼上一下 然後把什麼 把這邊的前瓜糊 改成後瓜糊 打個勾一下 理由應該可以找到了 向下填滿 再來的話 問題來了 像後瓜糊一樣 簡標有錯誤 所以上面 如果沒有瓜糊 都會有錯誤訊息 再來的話 我知道前瓜糊的位置了 也知道後瓜糊的位置了 那接下來我可以 利用 也不用用 left 因為 left 一定是前面的 也不用 right 只能用 middle 函數 那 middle 函數 所以這邊的話 我可以插入那個 就是 middle 函數 一樣是文字類裡面的 middle 函數 然後我做什麼呢 第一個文字給它 我要抓這個 流云第三屆冠軍 star number的話 一定是前瓜糊的位置 不過你會特別注意 前瓜糊的位置 因為我是從第三個字 第三個字前瓜糊 不是我要的 我不要前瓜糊 下一個字 怎麼樣 加什麼 加一不就好了 對 所以這邊的話 我就加一 加一之後的話 我就抓到它後面的位置 OK 第四個字開始 那要幾個字呢 就是 後瓜糊的位置 減掉什麼呢 減掉前瓜糊的位置 那因為前瓜糊的位置 我剛剛不是又移動了一個位置 所以還要怎麼樣 還要再 再怎麼樣 再減一 因為我後移 因為它減完之後會多一 我剛剛不是向後移的位置 所以再減掉一個位置 好 這個時候的話 按確定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 第三季冠軍出來 向下填滿 也有抓出來 向上填滿 還是錯誤 OK 所以錯誤之後的話 即便你要去切割 還是錯誤 可是問題來了 我現在呢 切割出來 可是我不希望說 如果它裡面沒刮紅 出現一個這個 這個減Value出誤 感覺不好看 怎麼辦呢 很簡單 最後一個方法是 你可以把這個公式 裡面這個公式 裡面這個公式怎麼樣 把它減下 直接取消一下 其實你可以直接插入函數 使用那個邏輯裡面 邏輯裡面會有個叫什麼 ifl 這個ifl 這個ifl 它主要使用的是 假如你儲存格裡面 顯示出來的是緊開頭的 這個結果的話 一律可以把它過濾掉 那過濾掉你要告訴大家說 如果錯誤的話呢 錯誤的值在哪 在前面這個 如果它有緊開頭的錯誤的話 那麻煩你幫我清除掉 清除的話呢 其實就是什麼 在下面一個格子 放什麼呢 兩個雙以後就好 那你不能空下來 空下來好像也不行 一定要告訴大家說 那你幫我清除 加兩個雙以後 代表清除 OK按確定 你會發現下下填滿 結果就如我所願了 有沒有做完了 這個東西 有沒有 就不會有緊Value 所以其實 ifl還蠻好用的 如果你的那個 Excel裡面的視算表 裡面有很多那個緊開頭的 你覺得不好看 記得用ifl 但是請各位注意一下 這個ifl 這一個函數 只有從那個 2007以後才有 所以之前有同學 電腦還在用2003 2003沒有ifl 所以如果你沒有ifl 可能要用兩個函數才能取代 它有一個什麼 if加 is isl 變兩個要合併在一起 所以以前2003很麻煩 沒有這個ifl 要怎麼剛好可以把它放在這裡 其實以前 想到的方法不就是 乾脆我們分好幾個步驟 把這些隱藏起來 是不是 這樣子 不過好像感覺 事情做一半 還是會漏入破端上面有個區 所以不對 所以呢 請各位 把這些做完之後 請你一次就全部做完 一次喔 你不要分很多次 那一次的話當然 你的公式會變非常冗長了 不過呢 這邊的話就是 我的習慣是可以怎麼 把公式剪下貼 剪下貼 一直剪下貼 反正你分階段來完成 一樣可以把這個部分做完 那請各位試一下 我們剛剛主要是利用fine函數 找前刮弧 找後刮弧 再去用md函數呢 把需要的字串切出來 去除掉我們不要的東西 OK 那請各位再來這邊 一次全部做完 做完之後的話呢 再來第二階段 也許你可以用錄製區 錄製區 我覺得應該還算簡單的 第三階段就是VBA 怎麼樣把這個VBA給做出來